其實真的謝謝你 有一群孩子 每天迎接他們的 不是學校、同學 或者是遊戲時間 迎接他們的是醫生叔叔、護士阿姨 以及往返醫院的奔波 很多家長發現孩子有磁緩的狀況時 是相當著急的 不知道該向誰求助 此請上教授致力於發展 遲緩而篩檢和早期療癒 希望發現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的狀況時 應及早就醫檢查 以免措施黃金治療期 除了讓病童在醫院接受完整的治療 此請上教授推動全能醫療會議 召集醫護人員、營養師、社工師等相關人員 與家長一同開會 除了針對孩子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解說 也鼓勵家長提問 讓父母更了解孩子的健康狀況 其實是你這樣用心的 帶領這樣全能的 開了一個全能的會議 然後讓我盡視到說 原來醫師跟家屬之間 可以這麼的用心這樣對待病患 然後這樣子跟家屬用心溝通 民國102年 一對母女從遙遠的俄羅斯來到台灣 12歲的女孩Masha 從4歲開始出現眼睛一直渣 手腳抽動、失神 經俄羅斯的醫院確診為癲癇 Masha住院一個禮拜後 病情逐漸獲得改善及控制 我們看到小朋友逐漸會不健康 這是我們醫療團隊感到最快樂的事情 此景上教授推動的全能醫療 受到各界的肯定 他說他會建議二位 他就說他很感動 就是這麼多人 然後只為一個小女孩這樣子 他覺得被受到很高規格的頓帶 民國73年 當診斷出全國第一位 臨床立腺體疾病患者後 此景上教授就一直推動立腺體臨床診斷 98年與研究團隊 完成了全國首創的立腺體全基因檢測系統 並於101年獲得SNQ國家品質標章 在人生漫長的歲年當中 把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好 人生就非常有價值 每位小朋友都是我們的寶貝 都值得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照顧他們 療癒他們 讓曼菲天子不曼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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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